贵港港卫区317人集体呕吐附线,经相关检测,发现主要的感染源是罗路病毒,接到报告以来,贵港市,港卫区卫计,疾控等部门,紧急进行现场流行病学调查,量品采集,检验检测和集中研判,目前,事件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核实中。 12日中午,记者来到了贵港市卫订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了解情况,被记得应急办主任贤总资告诉记者,11月晚上他们发现疫情之后,就立刻派人连夜进行了相关调查,经过相关检测,发现主要的感染源是罗路病毒,为了应对此次疫情,贵港市港北区也调集了辖区内的消防车,为停水区域的居民送水。 需要提醒的是,生活在疫情发生的周边居民,在接下来的几天里,一定要注意个人外生,不要喝生水以及食用生嫩食物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